U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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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K 如果你想要在木耳本打排球的话 那看过来 我经常会在我的社交平台上面 发自己的排球日常 然后经常会有人问我在哪打啊 怎么打啊 所以我想过这个视频给大家讲 讲在木耳本打球是什么样的 这方式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那其实你想要在木耳本打球很容易了 因为他心里很说欢迎 用力排球少年啊 然后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体育 那简单说一说 这场人想加入就有三种主要的形式 第一个呢就是social volleyball 第二个是stable volleyball 然后第三个就是立足的群 然后这个就不多说了 就是你自己可以跟朋友入个场 然后呢我们先说第一个social social也有就是两种吧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加入一个队 如果你可以有什么朋友 你们可以加入一个social的tournament 然后每个星期你可以打一次 就是没有训练 然后就是比如说一共的费用是70块 你们16个人 你们可以分一个一人10块钱左右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open social open social的话你可以自己一个人随时去 然后也没有什么comment 就很容易的 你想打的时候就去打 很方便 也很好玩 你可以认识很多人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方法 让你可以自己在就组个队去加入这种tourmets 当的social 好第二个形式就是state volleyball 然后state volleyball它为什么叫state volleyball 是因为你每个周末都会playstate games 好你要怎么加入呢 就是维多利亚有大概20个左右这个俱乐部 然后我会在这里 我都会list这个的网站 你可以去看看有什么俱乐部 是跟你比较近的 然后你比较方便加入 然后你想要加入的话 你就要去参加tryouts 然后每个season开始之前 每个club都会有一个open tryouts 你回去看看你可以加入那个division division就是你玩的排球的这个level 最高的是p1和p2 就是prims1和prims2 然后之后下面呢是还有三个division 就是就不包括junior就是junior好像16岁以下的话 好像是 然后呢就是在prims2以下三个就是reserves1 reserves2和reserves3 reserves1是最高的prims1也是最高的 state费用的话它是比较一个大的commitment 然后大家会这个形式 大家会比较take it seriously 它的费用也是最高的 所以说你想玩的话你会至少花费四五百 是已经是差不多是最低的了 因为你要先付这个加入俱乐部的这个费用 有些然后每个俱乐部的应该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价格 就是有些是四百块钱 然后训练是额外要给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uniform 还有再放volleyball victoria的registration fee 每个player都要付 然后这个大概在一百块钱以下 所以加起来的话也费用也是不少了 但是呢你可以玩14个星期左右 每个周六可以打state games 然后这个也要看你进不进入这个决赛 最后我讲一讲你想打排球需要带点什么 如果你只是想要体验的话 那你就可以穿运动装装球鞋 然后就可以就简单的玩一下打一下排球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开始玩stay 或者是经常每个星期打social的话 我真的很建议买一双排球鞋子 因为这个会保护你的脚脚外 然后呢也可以买一些护膝什么的 我现在就给你看看我平常去打球会带点什么 所以我去打球的话我就会背一个这种袋子 看这个可爱自己做的 然后里面呢我会带我的护膝 这个是我用的 但是护膝的话你可以买至少两个吧 然后可以换着带 护膝的话你还有 然后当然是排球鞋子 排球鞋子这个也挺好买的 这个牌子如果你去打球的话 你会看到50%的人都会有它 这个价格也算是还好 就两百刀 然后这是比较standard的一个价格 那里面还会有一些就是医疗 比如说受伤的可以绑 就是绑腿啊绑肌肉什么的 就算胶带 胶带的带的 然后还有双骨贴 都会带上就以防万一还会带着球 那我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视频有帮到你 然后如果你还有什么 更多的问题的话呢就直接问 我可以以后再做更多的 拍球相关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